兄弟们我们现在回湖南了 但不是回长沙 是来到了长德市 因为回长沙的路途中 有一个粉丝私信我说 它就有好几只鹰短猫 正好我在武汉收的都是不偶猫 而且它这几只鹰短 也是我特别喜欢的鹰短 那我给你们看一看 一共是有五只 两个蓝白 两个重点色 还有一只蓝猫 挺胖的 这个样子看起来 主要是我看上了这只重点色 重点色我真的特别喜欢 现在已经来到了 它的脚区的这个门口 你们就跟随我的脚步 一起进去看一看 这我猫啊 它到底长得胖不胖 好不好看 走 小比熊啊 两只啊 这么的兴奋啊 打一下 去去去 哦呦猫子都在床上啊 猫子 两个蓝白 两个重点色 一个蓝猫 你先停下好不好 你先别兴奋了 好兴奋 那我手拿着看一下啊 重点色要是弓的就更好了 发塞 一弓一母是吧 拿到第一只就是一只弓的 它就是母的了 哇它母的挺胖的 因短重点是 之前跟大家说过的 就是挖过霉的 脸长大之后就这一块都是黑黑的 有个那个博主也是养的这种猫 然后它拜活了 是整个品种 这只是母的 这只是公的 公的有点一眼惊喜 那个白鸡 不知道现在在干嘛 你哈我是吧 你看他还哈闻 哈闻 哈闻 挖死了 哦呦 这么胖啊兄弟啊 这是一只蓝白正开脸 这个脸开的有点小 但是不影响它好看啊 脚底粉色都是粉色 然后背的话是满背 这么把他开脸 公的牡丹 又是一个弟弟 我就喜欢弟弟 弟弟能发筛 蓝猫 中规中矩的蓝猫 蓝猫就是全身上下一个颜色 那也是一个弟弟 也是一个公猫 还有一只蓝白 卧在那里了 哎呦好胖啊 他们都 下巴这一块有一点的色块 如果说没有这个色块 它的身价可能要翻两倍了 爪子的话就是五个垫子 这个第二个是粉色 其他都是黑色 它不是五粉 养了三条狗啊 小狗 还有吗 你在箱子上养了箱子 哦 养了这么多 哎呀 它会拜拜啊 再拜 再拜 我试一下 你看你看你看 一个劲了一个劲了 哎呦 挤死你挤死你挤死你挤你 哈哈哈 那个他就不会拜很急 哈哈哈 那我给他吃 你拜了这么久 我给他吃 哈哈哈 那我就直接装走呗 就来之前就跟他已经把价格给聊好了 就剩拿箱子 然后抓猫了 总共是有五只猫 两个中典色 两个蓝白 一个蓝猫 四个公的一个母的 它们现在多大了 天啊 这个蓝白是极品的啊 胖胖的 长大之后可以做总工 然后中典色的话 公不应求啊 他爸爸妈妈都是蓝的 好奇怪 这基因这个东西 两个蓝白生出了中典色 那我就先走了 下次如果说还生的这种的 你就再带带铁我手 好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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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 哎呀 你出来了 你要给我回去是吧 我抱 我抱走了 你这个糟老头 嘴坏得很 多开了300公里的车 它以一个很心动的价格 让我来收的这一窝猫 不然我真的不会跑这么远 我真的太不喜欢开车了 然后这期视频 咱们就先排到这家 装饰做猫 做一个有温度的麻烦子 拜拜